哈喽兄弟姐妹们晚上好 上一次因为我太久没有录视频 所以我就录了一条视频 想跟关注我频道的兄弟姐妹们聊聊天吧 然后没想到我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烦想 一时几几千层浪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 我在看一下 这是我在2021年1月26号发的一个帖子 然后我当时是说 就是我看了很多关于2020和2021的预言 就是视频就不在这里一一列举了 然后我总结了一下 就是2020年是个庚子年 对于我来说 它更像是一个新的世纪的开始 你在这一年中种什么园 在之后的几年就结什么果 然后我说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所有人的生活或多或少都改变了 无论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 我说比如说像我就是莫名其妙的定居了 大马 我说这件事 是我自己主动顺应自然的结果 然后 但是 就是说实话 如果这件事情早半年前你跟我说 你也不会在大马生活 我大死也不会相信 我说事情就是这样突然的改变 然后 很多人说今年的瓜特别多 因此还生出了许多的段子 但是我想说这只是一个开始 还有很多更大的瓜 猛料都会在今年爆出来 2021是一个怎么说展现真实自己的一年 所以今年肯定有很多瓜出来 所有的伪装和虚假的事情都会揭穿 试着就是总结一下过去一年里 你的工作也好 思维模式也好 你有没有主动去改变 比如我在追的几个油管博主 今年一开始都改变了自己的风格 或者是模式 或者尝试新的完全的不同的东西 如果你是一个生意人 你有没有 试着换一个思维去 就是这个思维去思考 然后或者说换一种商业模式去经营 在所有在去年主动意识并做出改变的人 今年应该都不会太难过 反而我觉得是被改变的人 在2020甚至2021简直就是灾难 我会觉得它是一个机会 给一些平民有机会跨越阶级的机会 可能短时间之内还体现不出来 会给一些泡沫和表面上的复合 就是表面上的复合一个下马跌停的可能 2020就是一个试经时 以往音心明星或者是播主 没有什么实力 但是很懂包装和营销的 在以前就会走的比较好 没什么实力 只靠炒作的人在今年很可能翻车 然后2021之后 我个人觉得那些有实力不懂 营销包装的人 有机会冲上来为我们大众所熟知 所以2021年的关键就是主动改变和面对真实 不要被动的等待改变和揭穿 2020就像是一次全球历劫的一年 2021是一个觉醒的时机 飞升上线 成为一个全新更好的自己 还是狗活就看今年了 就是我为什么要读这个帖子呢 因为我觉得这个帖子还放在今天来看 你会发现2021年 2020到2021年 真的是爆很多雷 无论是从娱乐圈还是从地产 还是从各行各业 包括从世界的角度来讲 很多公司很多企业很多个人都在爆雷 就连我们认为十几年的好男人形象的王力宏 都在前一段时间翻车了 那我的上一条视频却是一时积起前层了 那我想讲一下 比如说中国你当他是明星 就是你在追的一个爱豆 爱豆他以前可能有十万分 然后因为这个事情他掉了两万分 或者是掉了五万分 然后呢剩下的五万分或者是八万分的人 就很积极的站出来说 就是替自己的爱豆讲话 我想说这些人在站出来讲话之前 他们有没有客观公正的去看待这个问题 再出来讲 还是说这些人他就是觉得 这是我的爱豆 我不可以允许你说他的任何一句不好 我就是把他当成神一样供着的 对吗 然后还有一些人在网上说 会有一些小粉红啊这样子啊那样子 那我想说小粉红 Little Pink Who I am I am scarl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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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rlet的中文 意思是什么 星红色 Little Pink 跟星红色哪一个更牛呗 肯定是Scarlet 星红色最牛了吧 所以我自认为我是一个三观很正 而且非常正能量的人 我既不想做也不想右 我是站中间的 我完全是有一个成年人的自主的清醒的意识 来判断这个事情的 我前两天发了一个帖子 我说如果在广场上有A和B两个人一个人在大声的骂美国一个人在小声的吐槽中国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广场它不一定是就是现实中我们所认为的广场它有可能是一个平台平台也可以是广场 如果有人站出来骂美国 那你会发现 哇后面肯定跟着一票的人跟他一起骂美国 中华美国怎么怎么怎么样 吐槽美国就是一大堆问题 如果这个人 就像我上一条视频一样的 对中国的某一些现象看不惯 吐槽 就会有一大票的人跟在你的后面讲 用口水把你淹死 然后呢 还会有一些好些人跟你说 哎姑娘小心一点啊 不要乱讲话 等一下呢会被封号的 你知道我老公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 让我触动特别深 他跟我想说 因为我老公是一个非常热心场的人 在香港就是大家公认的一个很冷漠的这样子的一个城市 我老公可以跟小区的楼下的保安到管理处 到他的邻居各个人都认识他 他可以跟每个人都打招呼 然后一开始我也不是特别能够适应 然后呢在马路上看到任何事情他看不顺 他都会路见不平把我大家相助 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事情关我 关我什么事呢 我为什么要去呢 为什么要给自己自找麻烦呢 因为在中国人自从文革之后 所有的人大部分人吧 不能说所有人 他的中国的这个文化就是 赤不关己高高挂起 各扫门前选 修管他人瓦伤疮 就是你有什么事跟我有什么关系 反正事情没有落到我的头上 我就不理 但是我老公他就告诉我说 他说今天我在大马路上看到这个事情我不理 明天我又看到了另外一个事情 我又没有理 然后到最后呢 这个事情等到我头上的时候 我会发现我身边的人全部都挂了 就剩下我一个人了 没有人可以来帮我了 他说就算我今天站出来说一句话 不能改变这个世界 不能改变这个社会 甚至都不能改变这个人 但是至少我做了 我做了我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对得起我自己的良心 我不在乎别人怎么去看 至少我做了一些对于这个社会 或者是这个世界在于我的理解 给了一些帮助 我觉得马海下的好处就是在于大家更有人情味 就是你跟你的邻居之间会有一些互动 就是朋友之间 就算是二家来到这边的中国人之间的情感的这种联系 也会觉得会有一些情感的联系在 但是在中国就不是这样子吧 人与人之间是很冷漠的 说的残酷一点 更多的时候大家是一种利用的关系 或者说的温和一点是合作关系 如果你跟这个人之间没有什么利益 只是纯朋友的这种 关系其实并不多 仅限于你跟你的发小 中国人说的发小就是你跟你从小一起玩到大的朋友 或者是你的同学 所以说 我觉得我们看待问题的时候应该更加客观 俗话说一千个人看哈勒头就一千个不同版本的哈勒头 所以我的视频有几千个人看过就有几千个不同版本对我视频的解读 我没有办法让每一个人都朝着正能量的方向去想 我没有办法去影响别人怎么想 我只能作为一个国主 我的视频放出去有几千个人看 我只能站在我的角度去发声 我看到中国有一条视频是在抖音上面一个人发的 我想分享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一个人敢当众说假话 是因为他知道没有人敢揭穿他 而一个人不敢当众说真话 是因为他知道周围的人没有人会支持他 当坏人已经抱团 好人还是一盘散沙 那么好人的过度沉默 可以让坏人干尽所有的坏事 所以说 一个社会最可怕的不是坏人的嚣张 而是好人的沉默 大家有没有发现 如今很多人天天挂在嘴边所谓的正能量 就是无视苦难 无视丑陋 无视一切的不平等 无视虚伪的社会现象 用粉饰的美梦和自以为是的大度 来迎合或装点自己那浅薄而又愚蠢的脑袋 大家觉得这是谁的悲哀 其实我觉得 站在我的个人里场 我作为一个普通中国屁民 就是普通老百姓 我看到中国今时今日这么多老百姓 在受苦受难的时候 我自己的内心深处的一些感受 我会觉得你们没有更好的方式方法吗 去改善现在这种情况 一定要用这种牺牲老百姓 让大家过得这么苦的方法吗 当然 因为中国太大了 我们就说最近疫情最严重的上海吧 我也是半个上海人 我们家上海有很多亲戚 上海在网上很多视频来看 上海真的是水深火热 包括在国内我们的微信群里面也会说到很多关于上海的视频 整体的画风就是上海水深火热之中 但是其实 因为就算是一个单单的上海 它还是很大 某一部分人可能觉得他已经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了 有一部分人觉得自己已经挣扎在生死线的边缘了 还有一些人觉得这次疫情对他没有什么影响 就是在家呆着而已 还有一些人可能他觉得反而对他来说不是什么坏事 他赚的钱比平时更多了 还有一些人之前可能没有疯狂买奢侈品的 现在出来疯狂买奢侈品 因为中国近一两年来 在奢侈品上的消费不减反增 而且中国的富人反而更有钱了 当然我说的这些更有钱可能是人家原始积累就比较扎实的 还有一些泡沫型的富人 经过这么一轮大浪逃杀之后 也该爆雷就爆雷 该翻车了翻车了 所以只是看大家怎么去看待这个疫情吧 我只是希望大家可以更加客观公正的去看待这件事情 最终我还是想说非常感谢人支持我 关心我的兄弟姐妹们 然后我希望我们一起用强大的正能量来改变这个疫情 让它能够尽快的结束 我觉得疫情尽快结束的唯一方法就是用我们的意念 我们用正能量 我们无畏疫情 当然我们是在做好防护措施 保护自己的前提下我们不要去害怕疫情 我们应该对生活充满希望 只有这种生活的希望才能战胜这次的疫情 好拜拜下期见